好了我们今天就要离开这个巴塘了 我们在这边修整了三天四天 这哪来的呀 这啥呀 这啥玩意儿 开心果嘛 这开心果这么油啊 这哪来的 扔了我不知道 放这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前往这个门康 中秋可能我们要过一个这个 成都的这个检查站 也就是这个甘孜到西藏的这个交界 四川到西藏的交界 我们刚去把核酸做了 在做了以后呢 核酸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出来 然后我们要提前去走 那边好像还是挺堵的 刚才导航看了一下也是挺堵的 可能我们要提前过去排队 因为现在进藏的人也是比较多的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路上先走着 啊 比赛 啊 那边 啊 啊 啊 进沙江大桥了 对面就在检查核酸报告 有了核酸报告才能过去 但是我们的核酸报告还没出来 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往前走 前面还有一个 那是个房车吗 就这个桥了 那边在检查 我们要在这边等一等 等结果出来了我们再过 不然我们过不去 要那个检查核酸报告 我刚问了这边师傅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车停到这吧 好的好的 过完这个桥 然后我们就是318 就正式进入西藏了 这个虚线就是西藏跟四川的交界 这就交界了 我们过了这个桥 好 算正式踏入西藏了 走了两个月 是吧仙儿 我们又来西藏了仙儿 你看这个新搭子 来到西藏了 起床了 到西藏了 哎 到西藏了 到西藏了 不激动一下 一点反应没有 下车以后啊 这边的风好大呀 看 那个牌子们就写着西藏欢迎您 一会我们开过去就能看到了 现在有点远 就在这边等了呗 哎 我们就在那等着 这个师傅他早上9点就在那等了 那么早 昨天想问他在亚江住的那个 我们当时在亚江住的第二天好晚才得 啊 亚江是慢一点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结果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出来 4点多 亚江还说晚上9点 12点都没出来 亚江哪里说 我们上回 亚江没问 我们上次是在亚江的上一站 啊 亚江我们当时坐完就没问 那只能在这儿等着了 好了 我们现在回到车内 只能在这儿等了 我们的核酸报告还早着呢 在这没啥事 跟肉哥打连把游戏 躺在这 看他俩 你俩干啥呢 谁让你跑我身上的 谁让你跑我身上的 这个老哥还在这儿等着呢 早上9点就在这儿等了 好了 现在下午的3点05分 我们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 八堂线 我们准备出发了 在这儿等了几个小时 走吧肉哥 我收拾一下 好嘞好嘞 走了 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对啊 很近啊 看这边就有金沙江了 就是风特别特别的大 然后前面的话就是在检查 我们就是在这里检查 下车吗 下车吗 不用下车吧 他们还在那里放了一个房车 平安走葬 进葬平安 很多志愿者 然后我们一检查 就开始往西藏了 现在我们已经在西藏了 这会儿雨下大了 好大的风 看他们的帽子吹的 要看核生报告是吧 先穿着打 不去 过来 你先管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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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嘛 那你们两个可看几个人去 他怎么又像我了 他看着声音其实不行 你们两个示范给我一下嘛 一个就行 一个就行 我的身份在那个衣服里面一个行 那你走吧走吧 可以了啊 过去开车呢 好了我们现在检查完了 正式踏上西藏的旅程了 好了我们距离这个芒康啊 我们还有70公里 一个半小时 我们就到了芒康市了 芒康县了 走了两个月 我们今天踏入西藏的地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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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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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会四月他们就去那边去排队去了 四月跟左姐 我们在这里过安检 司机是可以不用下车的 然后帮你去那个 赞一口给我 后面没人吧 后面去那边了 前客都下去了吧 下去了 现在这边就你一个人啊 对 带着两个小朋友 对 过去不要爬我身上 过去 小马成功 分线异常 然后你在前面等他吧 这边咖啡挺好的 好的 谢谢 你去那个院子里面去 好的好的 我们现在检查完了 要开到前面院子里面 等 等那个 四月跟左姐 这里好多人呢 还有昨天晚上也是在我们那个停车场住车的一些 也都来到了这 时间段是差不多的 好了 我们现在开到这个停车场 在他这个检查站旁边就有一个停车场 所有的车全部都在这边排队 不是在这排队啊 是在这等着 等那个 因为车上的人员会比较多 有大巴车一下几十人啊啥的 那边就需要排队 司机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 直接可以开车过来 他们要在那边刷这个什么身份证啊 然后刷这个葬意通 好嘞好嘞 我发现他这边停的车都是我们今天遇到的车 都在这呢 对 然后面那里的排队 看到我们说 刚才不是河湘的时候一起在麦里 是鹿之鹿啊 都是层层关卡 现在我们算是正式进藏了 对 现在我们已经在西藏了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这后才真是进藏啊 刚才那里属于西藏的地界 这里进了昌都 开始正式算是进藏了 你给他拿个岩石碑 好嘞 好嘞 出发 好嘞 我们正式出发喽 西藏 我们又再次的来了 这就是西藏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一次又一次 每次来风景都不一样 每个季节 每个时间段 每次来的经历都不一样 这次来一撞俩车 上次没有 前四趟都没有遇到 这次在折托山那么大的雪 这次就遇到那么大的雪 人生第一次 对 我看这些照明 这些标配大洋摩托 他们在这儿干啥的呀 卸货的 卸货的 嗯 这要是一个公转站吗 可能 你还不是有工厂吗 就是工厂吗 我们又爬了一会儿山 这儿海拔已经又四千多了 这就到了 善庙 善庙 禀国之乡 这边是拉乌山 一个高海拔的 崖口 去一点我们来 这边都还是 还是满山片野的雪 对的对的对的 我现在到达了这个拉乌山 四千三百多的一个海拔的一个山头 看这上面已经弄了 垒了好多这个马尼堆 还有他们祈福的这种金帆 在这山头上 这也算是这边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山 对藏族民来说这是神山 只要有风吹过他们的金帆 都是在不断的为他们祈福 现在开始下山了 现在开始下山了 这边已经 全都是绿树成荫了 去年是为了赶到林芝去看桃花 所以来到三月中旬 我们就到了林芝 现在四月三十一号了 我们才到这边 看在底下的这条路还是不错的 这边是查看桃花 走 啊 啊